实验1-1 富氏显微镜与截剖显微镜的使用 实验目的 了解富氏显微镜与截剖显微镜的构造 并学习如何使用 实验器材 附件1张 富氏显微镜1台 解剖显微镜1台 培养米1个 再剥片1片 树叶1片或小花1朵 显微镜的构造会因各效设备不同而有所差异 实验说明 了解显微镜的操作要领 1. 拿显微镜时必须一手握住镜壁 另一手托住镜座底部 使显微镜保持直立 切记只用一手提拿 2. 显微镜放置桌上时 务必要轻轻放下 镜座要与桌园保持适当距离 1. 以免显微镜掉落 3. 显微镜必须保持清洁 若木镜或雾镜的镜头不干净时 应使用视镜纸擦拭 以免损伤镜头 4. 富氏显微镜的反光镜 有平面镜和凹面镜两面 凹面镜有聚光效果 常在需要较强的光线时使用 5. 标本的放大倍率 等于目镜放大倍率 乘以物镜放大倍率 6. 富氏显微镜 适合用于观察平面 可透光的标本 可观察物体内部细微的构造 虽然解剖显微镜的放大倍率较低 但能观察立体不透光的物体 因此常被用来观察物体的表面构造 实验步骤 实验步骤 1. 富氏显微镜的操作 1. 认识富氏显微镜的构造及放大倍率 1. 目镜 1. 目镜 1. 一般目镜的放大倍率 有10倍与15倍两种 镜头预短者放大倍率预大 2. 镜筒 1. 目镜和物镜之间的筒形场管 2. 镜臂 支撑近身与静坐 2. 旋转盘 可以旋转调换多种不同倍率的物镜 2. 物镜 影片中的显微镜有三个镜头 其中较短者倍率较小 较长者倍率较大 3. 在雾台 放置拨片的平台 中央有一个圆孔 为光线之通路 4. 拨片夹 可固定再拨片 避免再拨片滑动 5. 光圈 可调节通过拨片标本的光亮 5. 光源 此型号以电灯作为光源 使光线通过光圈 及载物台中央支援孔 4. 粗调节轮 使载物台上下移动 调整至正确的焦距 以观察影像 5. 细调节轮 使载物台上下微幅移动 以得到更清晰的影像 5. 静坐 支撑显微镜 2. 剪下活动纪录部附件下方的 BDP字母 3. 将低倍率物镜 对准在雾台上的圆孔 并将在波片上的字母 对准圆孔中央 以波片夹固定 4. 转动粗调节轮 使物镜和波片的距离最接近 5. 张开双眼 以一眼从目镜观察 打开光源 即调整光圈的大小 使视野中的亮度适中 6. 慢慢旋转粗调节轮 当清楚看到波片中的字体时 再转动细调节轮 使看到的字体最清晰 7. 观察视野中的字母方向 和实际波片上字母方向的差异 之后松开波片夹 前后左右微幅移动再波片 观察视野中字体移动的方向 有何不同 8. 将要观察的地方 调整在视野正中央 再转动旋转盘 更换较高倍率的物镜观察 9. 以较高倍率物镜观察时 只需稍微转动细调节轮 即可看到清晰的物像 如果视野光线太暗 可调整光圈 10. 显微镜使用完毕后 应调回低倍率物镜 取出再波片 并将载物台降至最低位置 以防止载物台松动或滑落 最后将显微镜整理干净后 放回原位 2. 解剔显微镜的操作 1. 认识解剔显微镜的构造 及放大倍率 目镜 通常为10倍或15倍的放大倍率 眼胶调整器 可调整右眼的焦距 让双眼能清晰见物 依型号不同 眼胶调整器可能在左边或右边 眼距调整器 调整两个目镜的距离 使双眼所见的视野合一 静臂 支撑静身与静坐 调节轮 使静身上下微幅移动 以得到更清晰的影像 倍率调整轮 可旋转变幻物镜的放大倍率 物镜 倍率调整轮上所标示的2X 代表物镜的放大倍率 光源 提供观察时的基本亮度 固定夹 可用以固定标本 载物板 放置标本 常见有黑板、白板与玻璃板三种 可根据观察物的颜色 选择能清晰呈现物体的载物板 亮度调整器 调整光源的亮度 光源开关 打开或关闭光源 静坐 支撑显微镜 2. 将显微镜插上电源 打开光源 利用亮度调整器 调整视野的亮度 3. 将有BDP的载波片 平放于载物板上 以固定夹固定 4. 调整眼距调整器 是双眼所见的视野合一 5. 先闭上右眼 以左眼观察 转动调节轮 以调整焦距 直到看清楚字母为止 6. 闭上左眼 以右眼观察 转动右眼目镜的眼胶 调整器 直到看清楚字母 观察字母方向 和实际波片上字母方向的差异 7. 转动物镜上方的倍率调整轮 变换放大倍率 利用不同倍率观察字母 必要时 可转动调节轮 以看清楚波片 8. 松开固定夹 用手移动在波片 观察是眼中字母移动的方向 9. 将树叶或小花 放在培养皿中 置于在雾板上观察 并比较与肉眼观察的差异 10. 显微镜使用完毕后 取出培养皿 将显微镜整理干净后 放回原位 问题与讨论 1. 转动富士显微镜的粗、细、调节轮时 何者可使镜筒与在物台之间的距离 有较明显的变化 若使用富士显微镜时 10. 视野呈现太亮或太暗的情形时 可调整显微镜的哪些部位 以得到适宜的视野亮度 答 1. 粗调节轮 可使镜筒与在物台之间的距离 有较明显的变化 2. 可调整光圈或反光镜 以得到适宜的视野亮度 2. 利用富士显微镜与解剖显微镜观察 BDP10 两者所呈现的影像有何不同 答 使用富士显微镜观察 BDP10 呈现DPQ 使用解剖显微镜观察 BDP10 呈现BDP 3. 利用富士与解剖显微镜观察字母时 发现字母在视野的左上方 请问分别因往哪个方向移动波片 可使字母来到视野的中央 答 使用富士显微镜时 波片往左上方移动 会使BDP来到视野的中央 使用解剖显微镜时 波片往右下方移动 会使BDP来到视野的中央 探究提问 熟悉显微镜的操作后 你最想用显微镜观察身边的什么物品 推论应该利用哪种显微镜操作 试着和大家分享你观察到的结果 答 依实际实验情形回答问题 如为较大的物体或活体 应选用解剖显微镜观察 若为细微构造 则应制作成透光的水埋标本后 以富士显微镜进行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